既然咱们实现了通信 咱们又是微服务架构 那么咱们微服务架构里面呢 要达到什么 所谓的这个高可用 高性能 高并发 好咱们的这个高可用呢 现在目前依赖于中keeper 但咱们这个高并发 怎么解决呢 想要实现高并发 就需要有负载均衡 试试个道理吧 然后double呢 为我们内部的服务 注意啊 我之前说过RPC 我们对内RPC 对外rest 对吧 现在我们属于内部服务调用 所以在内部服务调用里面 我是不是也想实现负载均衡呢 要以实现我的所谓的高并发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负载均衡如何实现 换句话说 就是我这个客户端 我这个消费者 去调用这个hi的时候 实际上我调用的是谁啊 我是不是调用的这个user service 这个服务提供者啊 也就是说我在调用的是 这个provider项目 因为这个项目 是不是一直停在这里 监听着在 我要去调用的是这个 服务提供者 那换句话说 就是我如果想实现负载均衡的话 我是不是就是要 在里面调 就是说我要部署多个 这个服务提供者 然后我的这个服务消费者 能够轮循的去 去访问这个服务 是不是干这个事情啊 好 所以咱们现在要实现的 就是这个效果啊 我们的这个客户端 服务消费者 能够轮循的去请求 服务提供者 那么咱们就实现了 服务内部的什么 负载均衡 那么我们的高并发 就能成为可能 怎么做呢 怎么做呢 看文档啊 这个东西你要去看 他这个文档 在这里有个double 负载均衡啊 我写在这里了 从哪来的呢 是他的快速开始 这里 他这里有一个示例 这不是好多东西吗 就记得叫自己去 过一遍看一下啊 我们都是看文档来实现 那么这里有一个 负载均衡 我就要实现这个功能啊 在集群负载均衡时 double提供了 多种负载策略 缺审 就默认对吧 为随机调用 那么他有提供了 四种负载均衡策略 有随机 有轮循 最少活跃数 和一致性哈希 这么四种 那么也就是说呢 我们采用负载均衡时 他默认是使用随机方式 随机呢 就是按权重设置 随机概率 那比如说我部署了十台 那他有个权重 对吧 权重高的 访问评次就多一些 权重低的 访问评次就少一些 轮循呢 按公约后的权重 设置轮循比例 那就是说这个也要设置权重 但如果是权重相等呢 就你一次我一次 这叫轮循 对不对 比如说我有服务器 A 服务器 B 服务器 C 那么这时候设置权重 是不是有个值啊 权重越大 怎么样 被访问的概率就越高 比如说第一个是5 第二个是3 这是1 如果是随机的话 是不是A服务器 被访问的概率更高 这叫权重 对吧 那如果是轮循 轮循方式的话 虽然是轮循 但是依然是什么呀 他被访问的次数 更多一些 但如果是都长一样的权重 5 5 是不是权重一致 权重长一样的话 如果是随机 是不是都 就看随机 随到谁是谁了 对吧 而不是谁 谁随机的概率更高 谁到谁算谁 那如果是轮循 是不是A一次 B一次 A字叫轮循 因为他们的权重一致 如果权重不一样呢 就怎么样 就是说他轮到的概率 就他会多轮几次 然后再轮到他头上 那理解吧 但一定会按顺序轮下来 随机不是 随机就是说 我先到A 那我随到C 那我轮循呢 如果不一样的话 就是A A 然后B B C 比如说我这里权重是5 那么先访问5次A 再访问3次B 再访问1次C 只有这么一个区别 好 那么下面有个配置 叫服务端级别的配置 客户端级别的配置 然后到方法级 那么这个方法级 也就是说我可以对 这个double强就强在这个地方 我可以对这个一个服务设置它的 负载均衡的情况 也可以对某一个方法设置负载均衡的情况 所以方法级 其实我也解释过 就相当于Spring MVC 那叫方法级调用 不是类级别 是吧 它就分得很细 对某一个方法都可以做负载均衡 那负载均衡到底怎么实现呢 因为这里的配置能看出来 它是根据上面的这个配置 叫XML配置 就像我们之前去做Spring的时候一样 有个XML配置 对吧 咱们现在是Java配置 对是用Java来配置 所以咱们的配置方式应该是基于什么 注解的配置 基于注解的配置就叫Java配置 是这意思吧 但问题是我们已集成了StarterPALM 那么我们已经有了什么所谓的无配置 那有无配置的话 我们就需要在什么Application.Purpit里配 或者是就是这个属性配置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Properties Properties里面做属性配置 可我们用的又是YML 那这时候就变化了吗 配的方法就不一样了 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想要把它转过来 转过来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呢 我们实际上呢 只需要在配置当中 加多一个什么配置啊 这里 是什么在这个ProvideConsumer 是不是 因为它有一个服务端级别的配置 和一个什么 和一个客户端级别的配置 所以这个时候你注意啊 这个地方不是我们有的时候 因为它的整个官网里 它并没有写YML这么配置 实际上 对吧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在里面靠智能提示 我们可以有这种 这是一种玩法啊 靠智能的时候就把它弹出来去看 对不对 你比方说我LOAD 他不是要这个吗 你看有Double开头 那肯定就在这两个里面选一个嘛 那能选两个呢 提供者消费者 我现在项目是提供者项目 是不是啊 对 所以长这样 然后这里填的是什么呀 负载均衡策略 咱们有四种策略 缺审为Random 然后下面这里又给个例子 是什么 随机 说明这几种里面 你放进去的话 就是把它们全部改成小写就可以了 是不是给这么一个值啊 好 咱们就用随机试一下 复制 删贴 好所以咱们现在的这个 负载均衡策略就是什么 轮循策略 对吧 那负载均衡是说要部署多个副本 要部署多个副本 那么这里先停止一下 因为改配置了啊 所以要停止服务器 好 重新启动 启动成功了 这个时候咱们的端口是12345 是了吧 咱们服听过的端口12345 这是我们启动第一个副本 想要实现负载均衡 是不是要多于一台啊 那多于一台的话 12345这个端口是不是被占用了呀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改一下 变成12346啊 再启动起来端口一遍不就完了吗 对吧 而我们的负载均衡策略是轮循 那怎么启动多个呢 因为这个时候你再去启动的话 你再来点这里启动的话 他会问你是 是不是要停止并重新运行啊 所以就有问题对吧 所以咱们要选什么呀 Rong里面有一个 Edit Configuration 那么这个地方 是不是这个 我们运行的这个项目是SpringPort的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呀 仅单个实例啊 把这个钩去掉 这样就可以开多个实例了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改了个端口号 于是咱们是不是可以再运行一个实例啊 再走一个 Rong起来 是不是两个实例了 左边这个是 12345 是这个吧 右边这个是呢 12346 你看是不是开了两个实例 好 开了两个实例之后 咱们再回到客户端 再来调用刷新 问题是你看不出来谁跟谁吧 所以怎么办 咱们这样 咱们要看出来啊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这时候咱们再把这个付停一下 停一下 改一下代码 怎么改呢 我就看你访问的是哪一个端口号 我不就知道你是从哪里来了吗 所以咱们这里是不是可以注入一下 Private Stream Port Ata Value 这是Spring提供的 对不对 是不是一亚表达师把值租进来 哎 到了 什么呢 就是想得到这个Port 这个Port是Double 点Protocol 是不是啊 哎 是不是 Double 点Protocol 点Port 加上去对吧 哎 都好 啊 I am from Port Port 所以啊 哎 把这端口号打印出来 OK 回到配置 先是12345 我们把它 启动下来 再改成 12346 再把这个启动下来 好 回到浏览器 Localhost 9090 Hi I am from Port 12345 12346 12345 12346 看到没有 Full内部 负载均衡 成功了 是以轮循模式 明白了吧 这就是Double 内部的什么 Full的 负载均衡 我们的高并发 就什么呀 能够成为可能 是不是啊 很方便啊 负载均衡 是不是很方便 好